不过我觉得台湾人捐款给他 我是蛮惊讶的 为什么 我好好反思了一下 我确定我自己是没有这样的同理心了 而且我问过一个跟我同龄的日本朋友 他第一反应就是 不会捐款 过去的一个星期 一个名叫Jack的公开日记的人 突然间从一个带妈妈 从中国到台湾治病的大孝子 变成了利用台湾人的爱心 赚取台湾人抖内捐赠 还有收白包 然后到日本吃喝玩乐的大骗子 几乎我们所有在关注的频道 都有在讲他这件事 对 刚开始我是觉得 他应该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 但是到现在为止 他都没有诚实的直面大家 关于善款使用的质疑 让我们有一点失望 绝望吧 弗莲太太之前已经试图联络过他 对啊我联络过他 但是他的IG第二天就注销了 不知道是他把我删掉 还是他把他自己的IG删掉 可能是IG里骂他人太多 他都没有看到你这一则 有可能 Jack的节目其实我很早就看到过 大家都说他在卖产 对啊他们好真实哦 我那时候差点就要抖内给他了耶 不管他真不真实 但是台湾人真金白银去帮助他 这是真实的 说明台湾人的善良是真实的 不过我觉得台湾人捐款给他 我是蛮惊讶的 为什么 我好好反思了一下 我确定我自己是没有这样的同理心了 而且我问过一个跟我同龄的日本朋友 他第一反应就是不会捐款 先说我自己为什么没有这样的同理心 在我的印象里面 中国真的需要帮助的人 更多的是默默承受 不会表达出来 然后那些会表达出来的呢 不能说全部吧 往往都是一些比较奸诈的 对耶 你其实中国人还蛮爱面子耶 我在上海的一个同事 早几年老家拆迁嘛 分到了房子 比起我这种背贷款的来说 他太幸福了 对不对 对啊 后来他家人得了男病 他第一时间不是去卖掉 或者说置换自己的房产 而是在一个APP上面 把自己家人在病床上的照片发出来 然后分享到朋友圈 求助大家给他捐款 我当时心想你自己都没有到 置换自己房产的地步 就跟朋友圈里的人要钱 太奸诈了吧 但是就有一个我们朋友圈里 共同认识的人 会去拿自己的存款给他 而且不富裕哦 这么善良哦 还有在2010年 我的一位前女友 我们约好去爬山的前一天 她偷偷跑去捐血耶 诶 那我简直就气炸了 她就哭啊 她就说只是想做点好事 然后我就一直凶她 我们就分手了 你干嘛那么凶啊 你目前跟我在一起过的女生应该都有一样的体会 所以我绝对不是什么好人啦 完全没有爱心啊 所以你的心是黑的吗 哈哈哈 但是中国人里面 比我有爱心的人有很多 比方说前一阵子 一位86岁的老奶奶省吃俭用 把5万块钱的人民币捐给儿童福利院 她说没爹没妈的小孩子很可怜 他们都是好孩子 她想出一把力 诶 如果是真的话 估计这个钱应该 但是老人家的心是善良的 反正我是不会这样做的 我觉得我可能本身比普通人都要更冷漠一点 比较没有同理心 但是刚刚又讲到我的一个跟我同龄的日本朋友 他的第一反应也是这种事情 不管是哪国人他都不会卷钱 他有讲原因吗 有啊 很多观众可能不太理解 为什么日本人有时候会这么冷漠 因为大家都觉得日本人本身是很友善的 就像我第一次到日本来旅游的时候 主动来问我要不要帮助的就是一个日本的老奶奶 但是很多老奶奶都这样啊 然后又因为有福山太太用她的言行告诉我 台湾人跟日本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再加上我的一些台湾的朋友跟我说 台湾人总是觉得帮助他人是行好事 别人对自己是因果 自己对别人是修行 所以我对台湾也有很好的印象 大家可能不知道福山太太是一个超级好的人 帮过不少像我这样从中国到日本来生活的人 我们去年聊过有上海的一家山口 想要论到日本来的事情 那在福山太太的帮助下 他们一家山口现在已经在日本开始新的生活了 没有啦是他们自己本身也非常努力 那个男生驾照考一次就过 然后刚来的时候就找到药妆店的工作 那这个故事我们之后有机会分享给大家 那既然我们刚说日本人跟台湾人一样的友善 那问题来了 为什么日本人会毫不犹豫的说不会捐款 他当时是这么回答我的 没有钱为什么要到国外去治疗 对耶他突破了盲场 如果是需要使用高端的商业医疗的话 那日本人也有很多人治不起 而且如果说他能够募到钱 他在中国一样是可以享受到高端的商业医疗 为什么要去其他国家 但是如果说日本人冷血吧 每天各种NGO组织在外面募款 帮助全世界困难的人 又显得很博爱 我以前在电车的车站碰到他们 我还以为他们是帮助我这样的人 你怎样的人 就是在语言学校念书然后举目无亲 就觉得自己很可怜啊 不过听日本人说啦 这是你自己主动放弃你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 到一个新的国家那你当然要自己努力了 就你自找的 对 当时就觉得日本人怎么超冷血的 他们其实不是冷血 他们是冷静 我卖惨他直接就无事对不对 对 所以不管是NGO组织 还是说他们冷静的思考方式 都是日本人可以避免自己的善心 被利用的一种原因了 就像一个台湾观众给我留言说 公益募捐需要立案不是没有理由的 我们需要NGO组织去鉴别骗子和真正需要的人 所以别再靠配NGO的行政费用了 我们需要专职的人员去对个案进行审核 性欲是有价的 为善不遇人知就是一个错误概念 隐恶同样是一件错事 我觉得台湾的善意是没有错的 错的是受助人不诚实的行为 不希望有一天啦 我们对他人伸出援手的时候 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思考 他是不是在骗我 有这种经历呢 就交给有性欲的组织会比较好 因为我不想看到一个因为害怕自己被骗 让对受困的人保持冷漠的这样的社会 我是再也不想回到那种社会里去的 首先我觉得Jack能够获得那么多台湾人的帮助 除了台湾人很善良以外 我觉得他也很懂人心 我光是看到这个Jack在YT上面获得的斗内 我就感觉害怕 如果我能拿到那么多 我会在想我是不是需要献出身体 斗内这个功能也是让观众去支持自己喜欢的创作者 我也会去斗内给人家 可是你没有斗内给我 我们做两岸的议题已经做了一年多了 收到最高的是7500台币 不止一次 对 我第一反应是他是不是打错了 就是我何德何能 然后我还在那个SENX里面自己试 你还测试哦 对我还测试 看看是不是滑动那个东西会不小心多划两个零 因为我心里有负担嘛 可是Jack他心态很好耶 他完全没有负担 然后让台湾人给他更多耶 所以这就是我实在是学不来的地方 的确制作一支优质的影片 我们需要去思考观点 查阅资料论证 寻找案例说明 然后形成一集影片的内容 再去拍摄制作 这些事情都是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还有成本 YT本身是有给创作者分广告的费用 如果你做影片很好 可以给观众下饭 那的确是可以弥补这些成本 如果你做的可以让观众喷饭的话 那你就可以获利 反之的话你就持续自己投入 直到观众喜欢你的影片为止 或者说自己放弃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